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圈袋 圈袋触摸屏机器 做转子的定标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里屏幕有 有ABCER支撑方式 这里的数据我们都是需要选择的 我们先看一下支撑方式 支撑方式呢 我们做双面的选择一号支撑方式 我们选择做双面的选择一号支撑方式 支撑方式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边N1看到没有 这一个N1 它有几个尺寸 R1ABCR2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在做之前呢 不同的转子要输入不同的尺寸 我们先看一下A A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我们这边 这边的这个 从我们这边的左边的果轮 到我们左边所需要加重的地方 这个距离 它叫做A B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把这个刀架打开 看一下 B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从左边 这个加重点 到右边之间 加重点之间的距离 这段距离叫做B C的话是一样的 从右边这个加重点 到右边这个果轮 支撑点的地方 这个距离叫做C 半径呢 我们这里输入ABC有了吗 R1R2 也就是说 是我们这个转子 这里的半径 这里的半径 这个转子的话 两边半径一样 这边是R1 这边是R 左边是R1 右边是R2 这样的话 我们不同转子 我们也输入数值了 好吧 还有这边的光电头 我们画一个标记 我这里做一个标记 让它经过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红灯闪一次 经过这个标记的时候 红灯闪一次 然后转一圈 其他地方的红灯不闪 经过反光点的时候 红灯闪一次 经过反光点的时候 红灯闪一次 好吧 还有这里 这里是加重模式 看到没有 突出来的 半圆突出来的点 是加重模式 我们点一下 凹下去 它就是减重模式 我们根据不同的需要 来选择加重或者是减重 现在呢 我们要做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次定标 定标 我们点击操作 点击操作 操作的第二步有定标 定标看到没有 上面说了 定标的方式 第一步将一个已知试重 加到弓箭左边的某个角度上 我们准备一个试重 我们准备一个试重 对吧 称一下它的重量 称一下这个试重的重量 我们现在准备的是磁体 称一下它的重量 我们先把它放到左边的某角度 角度的话 我们都放在零度 角度的话 我们都放在零度 放在零度 先放在左边零度 零度的什么意思 零度呢 我们画一个标记点 这里有个标记点 这里对应的位置 水平对应的位置 就是零度 我们先把它放在左边的零度 我们先把它放在左边的零度 第二步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放上去了 然后我们输入该试重的重量和角度 角度的话 我们再零度 从下面看 我们现在放在左边 左边角度 切入零度 放在左边嘛 左边的试重 这个试重我们刚称过的是6.9克 这里要注意一点 这里我们不管输入多少 是整数的话 我们都要加个小数点 比如上6克 我们加6.0 反正要加个小数点 好吧 下面一步呢 就是第三步 启动电机测量 我们给它转一下 第四步呢 就是说出现红色的OK之后呢 我们左边定标就结束了 我们再看一下啊 它这个转速一定要有稳定的啊 好OK了 我们可以停下来了 然后第五步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步骤呢 就是说 把磁铁 从左边 移到右边 这是我们在加重点的位置啊 移到右边之后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再开机测量一次 角度 重量也输入过了 排之前的重量 角度的话 还在零度 我们再开机测量一次 测右边 还是一样 等它出现红色的OK之后呢 就可以停下来了 OK了 OK停下来了 第九步就是将 左边的视重取下 启动电机 我们把磁铁取下来 再开一次 这样接下来 它就定标完成了 等一会儿 它就定标完成了 就定标成了 它就定标成了 就定标成了 洪水